就是在我成長過程中 然後如果有被我傷害到的人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想像說是白癡 就是小時候不懂事 是怎樣的懊悔 讓姑姑一路寄到現在呢 我就是我記得我們國異的時候 一個新的老師 他是剛入行 然後因為他才太嫩的 比如說我們來把老師 我們午休嘛 把門窗全部都鎖起來 然後大家再繼續睡一堂課 就不讓老師進來 怎麼敲都當作美金道這樣子 從午休睡到下午第一堂這樣子 直接把他也看過睡掉了 所以把他睡掉 然後還有例如說把班牌互換 整班對坐 就是跟另外一班整班對坐 老師覺得說 以為自己走錯班 然後他就在那邊假裝說 沒有啊 老師你就上課啊 那時候老師還氣到就哭了 這是男生 就氣死了 這樣我敢保證他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班 回想起來我真的想要給那個老師下跪 然後你說在感情的路上啊 不小心傷害到別人 或是被傷害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 很奇怪的 男生跟女生真的很奇怪 就是男生就很喜歡講道理 可是女生就是只是 我只是要你先示弱 我發脾氣就好了 你跟我講那些大道理幹嘛啊 你不聊喔 沒意義啊 你知道的 哎呦 看來谷谷已經徹底掌握女孩子的心思 北溫女友大元也認真喔 認識他之後 我覺得他算是我 生命中很重要的心理導師 任何的不愉快 如果我跟他分享的話 他可以很快地解決我的心情 接下來的內容 大元聽了肯定會更嗨 鼓鼓腦中已經有求婚的藍圖 我應該會滿有梗的 我應該會 無法附和 淚流滿面 身為一個男生 你當然要盡全力讓 讓 這一件事情 在他一生中回想起來 都是美好的 不管你願不願意做 我覺得你都應該有責任把它做好 娛樂動新聞 會滿有成就感的啦 完全是為了成就感而做 霸道 霸道